今天这个星期一全民在关注 电价调涨的三套剧本 但不管哪一套剧本 全球通膨炸裂只会更严重 全球清算银行已经提出警告了 不要让高通膨杀下了消费 投资跟就业 但问题是这已经是现在进行事了 从旋转寿司台上的一张鲑鱼的机票 到全球大罢工的浪潮 人民不甘被通膨温水煮青蛙 但你除了抗议 能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当通膨压抑了电子需求 当电子产品库存爆仓 当Intel宣布扩厂计划 再再延后的时候 投资人该怎么看风向 烧到今天的电子荒 要出现了关键转折吗 没错 刚才俊江讲到非常多 重要的关键字就是涨涨涨 事实上以今天来讲的话 除了关心店价之外 我们到过去 我们都很多人很喜欢去吃 这个回转寿司 标榜了一罐的寿司的 这30块左右的这种状况 就没想到他已经公布说 鲑鱼寿司从6月27号起来 从30块涨到40块 一口肌涨了大概30%左右的幅度 除了这个鲑鱼在涨价之外 我们一般民众可能准备 接下来解封之后 可以出国去玩 对不对 于是大家都开始在抢这个机票 因为抢机票的关系 你看到目前各国这个开出来的 就是航空公司的 开出来的这个各国机票来讲的话 你看日本涨70% 韩国涨111% 美国涨53% 欧洲涨59% 东南亚涨46% 我们国内的票价也一定会大涨 所以不论是你吃的 或是你要出国去玩的话 都准备要让你的荷包大失血 事实上这一波的这个全球通膨 已经引爆了非常多书家就出现 其中里面来说的话 又可能是个大书家就是星巴威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星巴威在过去一段时间 曾经有恶性通膨 当时他还印了一张 100兆星巴威币的货币 我们大家都这个印象由深 一张大钞是百兆大钞 没错 当时的 后来这个可能货币崩溃的时候 用美金或其他货币之后 但现在又用回来这个星巴威币 就没想到又引爆通膨 就没想到因为又碰到 乌尔战争还有梁石荒 他们六月的通膨 居然爆到191.6% 就像美国8.6% 大家都已经哇哇叫 他是191.6% 所以引爆了整个全民 当然是大反弹 其中其实最反弹的是什么 医护人员 因为医护人员在这一波 现在还有疫情 他们工作那么的 那么的严峻之下 你还有这么大 你看这是他们 医护人员抗疫的这个状况 医护可能说我们也要罢工 我们不想做了 好 那这样 除了这个医护人员罢工 大家生命攸关 但不只是只有星巴威 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们看在亚洲 亚洲来说的话 你看南韩的卡车司机罢工 他说我不要做了 所以这个引爆整个韩国 出现所谓物流的危机 包括比利时的这个劳工 英国的铁路工人 甚至二瓜多的原住民 都起来这个抗议 所以你看现在全球因为通膨 引爆了这个政治危机 其实接下来的话 马克宏也会头痛 因为法国工人 也准备在7月6号要大罢工 所以因为通膨压不下来 我不想工作 我要罢工 这个蜂草似乎已经席卷到全世界了 通膨怪兽猛虎出狭 杀向了投资 杀向了消费 杀向了就业 未来还会更惨吗 对 我觉得现在 等于国际局势来说的话 你看国际清算银行就直接说了 他们各国亚行 你要采取这个即时果断的措施 来压制通膨 否则这个通膨怪兽 如果压制不下去的话 可能会对未来的经济 造成更大的一个杀伤力会出现 好 那我们就讲 杀伤力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说 对台湾的产业到底有没有 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美国的各大研究机构都说 在这个高通膨的时代里面 大家一定会优先 就把所谓的电子消费产品 给它取消掉 我可能民生必需品还是要继续用 所以最近 当然我们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 好像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晶片荒 因为我们台湾最重视的就是半导体 晶片荒会不会是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就戈然而止的一个状况 晶片荒是你要抢 抢不到 现在会不会变成功过于求 但是风很乱 今天我们抓三个重点 请侍从好好来告诉我们 因为这完全攸关我们投资人的荷包 半导体业 电子产业 供应链 都在台湾 这股风怎么看 没错 刚刚就这样提到说 大家可能会减晚消费的时候 所以这个电子的这个荒 电子的这个晶片荒可能会趋缓 而且又加上说你看 原本这个英特尔的 二亥二州的这个工厂 原本是7月22号要动工 结果因为晶片反而没有通过之后 他就说我要无限期的这个就不要做了 所以大家觉得说难道你英特尔也看坏 这整个的这个所谓商机吗 不过我们看到英特尔或许没有那么看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英特尔跟台积电之机 彼此的这个营收 你看过去粉红色的这块线 都是比蓝色线要更高 但在今年的时候你会出现到一个 非常明显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 也就是在今年的时候 可能台积电的营收有机会用美金报价 会赢过这个英特尔 蓝色是台积电对不对 蓝色会赢过这个粉红色的线 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这是第一季的这个营收 另外一个台积电好像 跟英特尔的看法不一样 台积电经典预计在日本 包括说像在台湾的这个新竹 在台湾的台南还有高雄 还有南京等等有五座新厂 所以你说好像不看好这个晶片产业 其实台积电告诉你说不是这样一回事 我不但要超车英特尔 我今年还要大举的这个扩张 所以这个所谓晶片荒 或是晶片会供过于求 这个的确还是处在一个 这个所谓多空交战的一个过程里面 所以半导体业的未来前景融窟 到底台积电说得算 还是英特尔说得算 三星呢 对 那三星的说法当然又不一样 三星也是说我们今年出的时候 李在龙说我要投资 3600亿美金在未来一段时间 那显而易见的是 他应该也是非常看好 未来整个半导体相关的产业 那尤其是说三星 就根据韩联社的这个报道 他准备在这个礼拜 要推出所谓的三奈米GAA 环绕杂极的这个晶片的这个技术 然后他说我要量产 而且因为他这个量产的时间 比台积电还要更早 台积电是可能是在今年的 这个约莫氏8月9月 第三季的这个时间 会推出三奈米FinFit 骑士厂校电经级的这个技术 所以他是赢过他 而且他又说我们已经取得了 非常多的客户的认证等等之类的 那当然这是他的说法 但是就这个 他那个未来的2奈米来说的话 他预计到2025年 也要量产2奈米的GAA晶片 所以他以台积电或是三星 都告诉你说 我们并没有那么看坏 这个相关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 他们还是很看好半导体的产业 那也就是因为 这个多空交战的关系 也让最近起来 包括说不只是台湾的台积电 甚至是三星 甚至是Intel 他们股价都出现一个 大幅震荡洗缩的一个局面 所以这个震荡的时候 我们就更需要一个 安全带把自己给绑好 你刚刚看到 从Intel 台积电到三星 一块两好 风真的很累 那投资人该怎么避险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要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我们如果买了台湾的半导体股 或是买台湾相当的股票 如果我们要避险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只能用 所谓台湾的电子漆 来当作一个避险 但是你也想说 没有 我比较喜欢的是 我很看好台湾未来的半导体 其实我们台湾过去有所谓 台湾半导体30的指数 这有相关ETF的推出 但是你ETF是买多 如果我要买一个 相关的避险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就我们这个台湾的交易 奇交所在6月27号推出了 台湾半导体的30指数 这个其实也一个期货 它其实是多空双皆宜 就是如果你看多的时候 你也可以做多 但是它更多的是提供了 我们一个未来可能在 半导体避险的一个管道 好 那我们讲 事实上以目前的台湾半导体 30指数跟电子期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 我们看到事实上 因为我们都很比较关心的就是 我们在意的是半导体的神山群 我们看到台湾半导体30的指数 你看第一大是台积电 联发科 联电 瑞光 看起来清一色 全部都是半导体股 但如果你看这个电子期 里面来说你看包括鸿海 包括中华电信 台达电 包括台湾大 新兴广大 它就不是半导体 不是我最看好的那个标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半导体30指数 它等于是更加精选的 而且更专注在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里面 最新推出的是台湾半导体30指数的 期货商品 这个期货商品你要做多做控制前 我得先看好风向 对 没错 好 我们就看过去的这个指数的 这个performance来看的话 你看这是过去的这个台湾半导体30的 精选指数的那个报酬 你看就红色这一条 它报酬率显然是最高的 警戒上也是半导体的这个报酬率 紧接下来是电子期 再来是台湾50 再来是加权 所以过去的半导整个在走多头的时候 它的报酬率是最高的 所以你要做多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标的 当然你要做空 如果你认为说最近起的震荡很大 我要避险的时候 其实它也可以变成是个避险的标的 尤其是说我觉得这一次推出了这个 台湾半导体30的这个期货指数 我觉得它算是蛮亲民的一个规格 为什么蛮亲民 我先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它的目前为止来说 它这个交易所当然是台湾的期交所 另外它追踪就是我之前提到 台湾半导体30指数 已经有这个指数 也有相关ETF都有发行了 另外一个它的合约规模 一个跳动点 一个指数跳动一点是50块左右一个 然后一点的话就是50 它的所谓合约规模就是指数乘以50块 目前来说的话合约规模 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 刚挂牌的点数大概是3000多点 所以一口合约规模大概是15到16万左右 你跳动一点的话可以涨跌50块 就是赚赔一点都是50块左右 这样一个状况 它结算其实是每个月的 第三个礼拜三 它其实跟我们台湾期的结算日 是一样的 好 另外一个 它的交易时段当然8点45分到1点45分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期货交易一样 另外一个它比较特别是它有夜盘 夜盘的话是从3点到隔一天的5点 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状况 主要原因在于说 我们到最近期的时候 美国股市也是风吹草动很大 一下子涨 一下子跌 睡个觉就风云变色了 5% 6% 万一我有这个持股的时候 我要避险那怎么办呢 所以它有这个夜盘可以交易的时候 你就可以趁着夜盘的时候 我去做多或是我去做空都可以 你在这个时候可以跟国际上 又可以互相联动 所以说回来通膨 生活吃穿用度 钱都开在那边没耍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开销跟投资 斤斤斤计较 计较的还是保证金 对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 半导体37货指数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 它的保证金其实入门门槛比较低 它目前的保证金是1万5千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你看你要买个台积电 动辄就要二三十万 买一档股票都那么贵的这个价格来说 如果你用1千5百块的这个价格 来操作这个期货 也可以享受这个价差 或是一个避险的这个管道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小资组 可以投入的一个标的 门槛比较低 输赢也不会太大 你可不可以来实战教我们一下 对 好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好 我预期这个接下来 台西天都那么看好 三星也那么看好的时候 我就买一个台湾半导体30的指数 我们用假设 假设它的这个8月份的这个 提货的成交价格是4820点 我买进两口的这个权利 好 结果没想到 我停利的时候 我卖出的时候是在4886 那损益是多少 其实我们就讲 你就把4886减去4820 他们两个价差 对不对 然后乘以我们知道 一点是50块 我跟他讲最少跳动点50块 所以乘以50块 那因为我买了两口 所以我赚的就是这样乘起来的话 这个数字就是6600块钱左右的数字 好了 我们就讲了 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半导体 它所需要的手续费 还有税金把它忽略掉 这个我们刚才说买了两口 买了两口的话 保证金目前是3万块 所以你用3万除以6600 这个报酬率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可观 好 假设说我们说没那么看好 我是比较偏空放这边 好 我们也可以 因为期货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多空双 双向 你可以多空双 这个都可以做 好 那么卖出一个 这个台湾半导体的30的指数 假设它的8月的成交价格是4700 那我卖出三口 结果你看我们之后 后来看错方向的时候 买进到这个所谓4600 就是因为我看错了 然后买进4650块的话 那损益是多少呢 好 那我们就看4700 减掉4650 乘以50乘以三口 就赔掉7500块钱左右 这样一个数字 也就是因为你看错了这个方向之后 你看赚赔大概是这样来计算 所以你看到其实一点跳动50点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以这个 期货的规格跟价格来说的话 其实是蛮符合相关的这个 这个小额投资人可以介入一个标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了 明明这个三大巨头 半导体大巨拨前三个 一坏 良好 风这么乱的时候 钱抱在手上 通膨把我啃光了 我往什么地方去 当然以门槛低 输赢不要太大的地方去 这样的一个工具 这个时候搞不好是一个浮圈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 我们台湾的这个 期交所的这个规划之下 越来越多期货推出 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 在一般的投资人里面来说 股票就是比它偏多 那期货来说我缺少了一个 可以避险的这个管道 事实上我们如果比较 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30指数 跟电子指数里面来讲的话 事实上以今年的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包括说像鸿海 中华电 台达电 或者说台湾大 新兴广达 他们都是比较偏下游 下游来说的话 今年就处在一个 所谓上肥下售的这个阶段里面 他们可能要面临到的 这个产业的这个压力会更大 而且这里面很多都是所谓的 跟红色供应链在互相PK 所以对一般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我可能比较不喜欢投资这种电子器 我比较Focus的是 未来的这个半导体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话 可能整体缺货 万一未来会缺货了 唯一的有可能就是在半导体会缺货 那半导体里面来说 我们讲到台积电 联发科 联电 日月光 投工 这些都是很Focus的在半导体成分的 你看他前五大成分股的话 占了59.27% 前十大成分股的话占了72.9% 也就是他的半导体的成分 相对比较重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就是以目前的 台湾的产业来讲的话 毫无疑问半导体还是最具有 潜力跟最具有竞争力的 那这些股票除了我们可以做多之外 我们在做多股票之余的话 我们有一个反向可以做空的 这个标的来说的话 这样可以更多样化 我们的投资组额 还有我们相关的避险的管道